嘩 好美味 它的煎炸味也比較接近街邊的煎養三寶店 我是不是好像很不太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 大國際 EG 今天來吃什麼呢 就是美國爆紅的X-Lud 不知道吃這間店會不會放放風呢 剛才已經搞到黃標了 它就是第一間店殺到來香港 是銅鑼灣地帶對面的Fashion Walk 在門口就會看到 最喜歡吃蛋的話 我今天就一定不可以放我X-Lud 因為今天是開張之後的大概一個星期 排隊是排隊 你不知道排多少 因為角落還在這裡 我懷疑要在樓梯的排隊 上到來 只是想帶二層 這間店其實不算很大 四個字多 差不多五個字 就是你差不多要等五個字才可以上去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樓梯仍然有很多人在等 現在是要等位的 但是整間餐廳 有超過一半的人都在等位的 但是如果一旦餐廳一到的時候 都還是沒有位置 我們就要拿著餐廳 不知道做甚麼好 我們食物終於到 總共等了 即是由order到的餐廳 總共都是用了二十分鐘左右 你有二十分鐘的時間等位 如果等不到就祝你好運 我就點了這個Fairfax Sandwich 裡面有些甚麼 炒滑散洋雞蛋 燒黃洋蔥 奢打芝士 發蔥 嘶啦叉蛋黃醬 以及自家製的奶油麵包的用感 你加18元就可以加Baking 10元就可以加牛油果 一聞它 除了聞到蛋味之外 就是牛油味超重 炒蛋很軟 很鬆化 然後蛋味十分香 但是很下次會叫酒蔥 如果喜歡吃蔥去調味的人士 就會覺得很好吃 可惜我怕青 它是一個招牌的Sandwich 我覺得最值得說的是 它中間的蛋會有厚度 應該用了兩至三隻雞蛋去炒 炒的時候也有可能加點奶 因為真的很滑很滑 因為包是打直擺 不是打橫擺 所以難免最後那些洋蔥 剛才是一段跌倒進麵包的味道 我覺得不平均 我是不是好像很煙 但我真的覺得有點問題 因為原來它的洋蔥 不知為何一吃下去 是有點日式的味道 但是它放在麵包的最尾段 我剛才甚至不發覺原來有這件事 到最後才一炮就吃 如果它的麵包可以打橫擺就好了 這個就是大魚的漢堡 Sausage Egg Cheese Sandwich 是否是蛋 是 原來這個是流生蛋 不是炒蛋 對,爆蛋多 它的豬牛就不同 M技的豬牛 因為它是雞肉 對 甚麼 咬下去原來還要軟很多 再有二牛很多 整個包都是軟的 不知道它們是否所有包的傾向 都是比較軟的 我喜歡這個 因為我太喜歡吃蛋 但它又有肉 對於做健身的我來說 我會選這個 但我最好吃的就是這個 好,接著就到小吃 這個 這個就是很多報道都說一定要點的 這個叫做 Slaut 最主要就是這個 慢煮散洋雞蛋 自家製薯蓉 海鹽發蔥 和發棍麵包 這個發棍麵包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裡面 它只有一塊有茶 另外兩塊都好像差一點 Hi, bye O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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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obello 但是它絕對不算 Okay 就會沒有發松 哈哈 發松 然後麵包是硬身的 只是浸了進去就變軟了 然後一吃的時候它不會不停吃 但是它有一點點的質感在 原來萬煮散洋雞蛋 Así好吃 那股蛋黃的黃味是很濃的 但我還未吃到那些薯蓉 我現在先塗上去試試 很好吃 薯蓉再加上它的蛋黃味 我覺得很值得 很好吃 看看一個多少錢 這價錢是50分 然後就試了你買的這個 Truffle hash brown 還有松露 迷你薯餅 迷日香鹽 還有這個鴨油 但它沒有叉 這麼濕 用手啊 要做野人 那我不客氣了 它一包裡面有六塊 哦 也有多少 到底有沒有松露味呢 聞到它是沒有的 聞到它只有薯餅味 你為什麼看呢 我覺得普通一般 它沒有說很香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首先我自己說 松露味我真的覺得很沒有 接近零 無限接近零 我懷疑如果我不是知道它的名字有松露 我是不會吃到它有松露味的 然後它那股煎炸味 也比較接近街邊的煎養三寶店 但是它很厲害的是什麼 我們坐在冷氣的風位這麼久 它還是暖的 哦 是啊 就是代表如果一放出來就吃 應該會辣到爆 吃完了 我們出去再總結 走了我們閃水 我想說就是其實 很飽啊 雖然只有兩個包 不是兩個包 一人一個而已 然後再加一個小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飽到 要按住那一套 按住那一套走 因為真的很飽 想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包一個小吃 一個飲品 加上百多元落樓 就裡面某些OK 尤其是我最推薦的 真的那個滑蛋樹蓉 好推薦 我覺得很好吃 問題就是我們忘記了叫橙汁 明明我們都很喜歡橙汁 如果又在Excel喝過橙汁的朋友 就純粹告訴我到底 這些橙汁好不好喝 如果大家喜歡Eat G的話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有些新奇的食物 盡量都會去吃給大家看 從4月1、4月4日出片 至少4月1、4月4日其中一天出片 訂閱之後記得按鈴鐺 這樣我出片YouTube才會告訴你 Follow我們IG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好想開始拍YouTube 日子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面的 剪片經驗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我IG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言箱下按鈴鐺 報名 多謝 拜拜